頭尾,Function,EndFunction,頭跟尾,CtrlC 然後呢,記得喔,一定是彈出視窗之後 再到我們的這個VBA裡面 那你要貼到上面貼到下面都可以啦 我貼到這個的下面好了 這個下面貼上 OK,貼完之後呢,特別注意喔 Function不是直接執行喔 Sub才是直接執行 Function要怎麼執行呢? Function記得一定是在這個地方 插入函數的使用者定義喔 這邊有個使用者定義 從這邊執行 多重,OK按確定 然後給一個成績 按確定 這樣就沒問題了 所以特別注意喔 Function是從插入函數 差別是說呢,它會有一個群組 是放那個你自己定義出來的 OK,這邊有個插入 然後呢,使用者定義這個群組 當然呢,你將來如果不一定要放使用者定義 你可以自己丟到你要的類別啦 不過可能要做一點事情喔 那個將來有機會再說 書裡面好像也有提到了喔 好,那這個地方的話就會有兩個函數 自訂的函數出現啦 OK 那這個部分我想跟前面做過的差不多的一同啦 只是我沒把它重複再演練過 那今天的部分呢,就多那個 EF的邏輯判斷 OK 再來的話喔 其實這一題請你把下面說明這個 我看把它delete掉好了 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可以再複習上個禮拜的啟動表單 有一個這樣子 那因為將來可能會有一些輸入的需求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樣 也是類似 這個比較簡單一些些 一般是這樣啦 我如果今天希望 跳出來就一個蘿蔔一個坑嘛 不管我就是姓名 然後它的三個成績 三個成績做完之後 自動幫你把平均成績算出來 OK,那這樣按新增就好了 那我看一下喔 Aaa好了 假設這個人 他的成績是63分 Enter他會跳下一個 85分 Enter會下一個 在Enter就新增 然後呢 你在Enter 他就新增一筆了 並且啊 或者按這個也可以啦 按下去之後 自動就幫你輸入 算出 按新增 看一下 欸,沒問題 並且把裡面的資料給清空了 OK 這樣應該合理啦 反正 將來你的 欸,輸入這樣 我想會快速很多 不過喔 可能會發生幾個問題 好像有多講了幾個那個 後續延伸的 那 這個我想 就是大概是這樣的 那多幾個延伸性的 就是說 如果他沒有輸任何資料 就按新增 欸,那你是不是應該給他警告一下 請輸入資料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如果他輸入的成績 是 120分 沒有這種成績喔 所以 跳出一個警告 請輸入0到100之間的數字 這個就是多了一些什麼 邏輯判斷 就有點像 防呆吧 防止 他做出 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這地方怎麼做 我看一下 我這個程式是不是已經寫好了 我也不太確定 切過來看一下 好像有把它加上去吧 那這裡面的話就是 在我的這裡面 新增 這個好像還沒加 這只有第一階段 第二階段就是 如何防止使用者沒輸入 而造成的錯誤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 延伸性的練習啦 所以請各位等一下 有時間先再會複習一下 那我把之前的重點再講一下 一 按右鍵 插入什麼 制定表單 對不對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 我希望在這邊 這成績系統 所以我第一個 先把這個表單 名稱改成home 然後它的那個左上角有沒有 這個成績系統 在caption的地方改 所以基本上我只有改1 name 2caption 所以這個跟這個 3 就是底色的部分 想說之前底色是 預設好像灰色嘛 可是如果你要改個底色 其實這個都可以很直覺的 back